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会产生像照片上面这种 这个影响外观品质的状况 那么另外呢要提醒种植玉米的农友们 要多加留意玉米绣病的预防了 同样的也要多加巡视田间 可以适用一些合格的药剂来加强防治的工作 好明天呢封面通过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 又会再度转成有雨的天气 同时明天晚上新的一波东北风还会增强 带来北方的两空气南下 虽然说强度不是很强 但是呢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是会明显的转凉一些 中南部地区呢早晚也是比较偏凉的 预计呢这波东北季风会持续 影响台湾呢大致上是到了礼拜六的清晨 礼拜六的白天呢温度才会略微的往回升一些 所以呢在从明天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 又会转成一个比较偏凉的天气状况了 在仗雨的分布呢 明天封面通过之后北部东北部地区再度转成有雨哦 礼拜四这个降雨的范围呢 就会只剩下东北风营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还有宜兰地区北部的山区 其他地方呢都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接下来这一周的降雨几率都不高哦 都是维持比较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来看一下明天的主要降雨的范围 就是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落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礼拜四过后呢 主要降雨的区域就是落在东北风营封面的 北海岸 东北角 还有宜兰以及大台北的山区哦 会是主要降雨的区域 其他的西半部地区呢 都是可以维持稳定的好天气 在温度呢 变化的部分呢 也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哦 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了 至于呢 再看一下关心一下台湾沿海的这个风浪的状况哦 明天呢 因为大环境的风场是吹着偏东风 所以风浪呢 也是比较小一些些的 所以可以看到呢 明天平均风是来到了4到6级 阵风是8级左右 浪况是属于中浪到大浪的等级 但是我们一开始有提醒大家 明天晚上呢 其实东北风会增强的 所以沿海的阵风呢 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提醒大家呢 从事海上活动 晚一点呢 回来的话呢 就要多加留意风浪的状况了 那么离岛地区呢 同样也是明天白天的阵风呢 大概是来到了7到8级左右 平均风4到5级左右 那么呢 浪况是属于中浪到大浪的等级 在潮线的部分呢 明天要特别提醒 基隆市的中山区 新竹县的竹北市 台中市的无期区 还有台南市的江军区 明天呢 是适逢中潮的 那么其他地区呢 是来到小潮 离岛地区呢 也是一样 明天是连江县的南甘乡 金门县的金湖镇 澎湖县的马公市 明天呢 是来到中潮 其他的这个台东县的 南宇县是来到小潮 再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 在低温的部分呢 明天清晨 冷空气还没有南下 所以气温呢 会比今天清晨 再略微的往回 升个1到2度左右 北台湾的低温呢 大致上是来到了 15度到16度左右 那么呢 在南部地区 也是要来到15度到17度 以及呢 这个东半部地区 是来到18度的低温 温度呢 都会略微的往回升一些了 所以在清晨 西半部地区呢 其实有机会出现 局部起雾的状况哦 提醒大家呢 这个湿度在清晨的时候 会比较高一些些 要多加留意湿度 对于作物的影响 那么在温度趋势变化的部分呢 明天高温的部分 还是可以来到20度哦 但是呢 明天晚上开始 新的一波东北风增强之后 北部的气温 就会开始往下跌了 虽然说冷空气的强度呢 没有像前几天的冷气团这么的冷 但是呢 预计低温也会来到 只有15度高温17度左右 一整天呢 都是比较凉冷的感觉 要等到礼拜六的白天呢 温度才会略微的往回升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呢 接下来这一周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程度不大 预计中午的高温 都还是可以来到 23度到25度左右 蛮舒服的 只有清晨跟晚上的温度 稍微凉冷一点点而已 日夜温差大 也是提醒大家都要留意温差 对于作物的影响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